11月26日普世教會慶祝基督君王節 主教座堂當日上五、九點舉行節日大禮尼莎 由李賓生主教主禮 李主教在港道中說 耶穌是眾人的君王 而十字架就是耶穌的寶座 十字架上的君王代表著祂的能力、力量和王權 耶穌的王權並不是俗世的王權 耶穌完全是一個我叫祂做愛的君王 祂的統治是以著愛、以著寬恕 而祂的愛能夠擁抱著全人類 能夠來治療所有的人 李主教又指 耶穌這個擁抱著人類的寶座 之所以能治癒所有人 全因為耶穌接受了最低點、最不公義、被遺棄的苦難 但因為祂愛人類愛到極點 完完全全地為人類犧牲 獻自己在十字架這個寶座上 而人類也需要回應這份愛 李主教提醒教友 在今世的終結 基督會以君王的姿態來審判世界 但這一定是愛的審判 而且並不是審判我們做了多少善功 而是我們整個生命和信仰生活中 有沒有用一份愛主愛人的心去關懷別人 並將這份愛化為恩寵 更加要時常祈禱 求耶穌基督帶領著我們整個生命 希望大家一定跟隨著基督的時候 我們有著一份心 就是主願祢為王 祢是為王的 我們才會去跟隨祢 希望祢能夠一一地給我們恩寵 能夠令到我們有足夠的力量 尼撒結束之後 隨即舉行聖體出遊 途經主教行到教區聖若室中學 第二三校球場擾場一周 最後以聖體降伏作結